三 二 三 二 這大概是今天少數有人真的把握住鳥松的直球 而且可以去做全力的揮擊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進雷點 前面第一次攻擊的時候 許建宏錯過了這個進雷點 但是這一次的揮棒他有趕上 球的角度再過去沒有機會過牆 他在拳打牆前面掉下來 打在牆上再彈回來 就真的是不夠熟悉 不太知道球會怎麼跑 出棒右半邊的飛球 要為野手過來落地安打 三列上的許建宏很輕鬆的回來 打者跟紫豪上到了二壘 接連著兩支二壘安打 讓忠信兄弟在這個敗局現在已經攻下兩分 因為不喜歡投保送 鳥松這邊保送率 所以而且又是領好三塊 當然打者這邊就是抓你的訴求過來做出棒 但是一個四方線直球 我覺得還是投得稍微舔了一點 偏五號位上緣的位置 也不像前面可以投在可能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打第一個球 卡波逼 郭富林撲下來沒有機會撈住 那球一直滾到角落去又要上二壘了 有改變配球策略 就是想說打者好像全部都在抓直球 所以丟了一個滑球過來 但是這個滑球沒有辦法投在外角的位置 投在裡面偏近身的地方 可以看到曾宋恩的出棒 稍微等了一下之後的全力拉起 因為在內角的滑球 如果打者這邊是抓訴求的話 其實是有時間做反應的 停了一下可以看到他的前腳落地之後 主要還是近了一點的 單局的第四支安打 第三支二壘安打 這個球打忠信 傳出去又是安打 我覺得應該會來拚喔 球沒有接到 因為剛好球傳在 捕手跟跑者的路徑上 所以有發生一個衝突 最近這種狀況蠻常見的 陳文傑其實有機會 傳準真的有機會 因為這球打得很淺 他又是可以往上 往前去做這個處理 因為 吳明洪接球的位置 正好在本壘和三壘中間 在這個邊線上 那這個路線也這個位置也正好是 曾宋恩要回本壘的這個直線的中間 變化球被江坤宇掌握住了 又是投在舔一點的位置了 浪費了球數的領先了 這個傳球剛好就在路徑上 所以也讓吳明洪接球上面有點別扭 然後還發生碰撞 其實往前衝 加上接的位置 傳準真的有機會 一邊在準備接球 余光也看到曾宋恩衝進來 所以也有一點點要閃躲 最後球沒有接進手套裡面 然後手臂這邊 跟袍子直接有個衝撞 是配球上的詢問 現在直球 打成了中外野的飛球 中外野手 哇 歐巴他的手臂的位置 陳文傑現在跑到圈了 搶腳來撿球 手的有點淺啊 這個手臂的位置 而且才比在一開始啊 站的位置有點太淺了吧 所以這個飛球一出來 陳文傑是往後拚命的跑 但是球落地還距離他滿遠的距離 來看四龍線直球 進來的位置 又是 高起來 又是田的位置了 那講到王正說 為什麼他善於打外角球 因為他那個手腕 其實控制的能力很好 他是那種打 後眩Backspin的那種揮擊模式 所以其實他在出棒的時候 球離他遠一點 他反而很好去做 很好去做這樣子的拉球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音樂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中心兄弟 Twitch頻道 還有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你來說